怎樣令到中國偉大 是嗎 所以要講自己相信的話其實都很艱難 我覺得上天對我是很後代 我真的一直都是在講自己相信的事 第二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就是屈指一算我做大眾傳播工作 包括教大專身文系 包括在報館做記者編輯採訪主任 包括做電台電視 做電網做雜誌自己辦公室 都是大眾傳播工作 包括現在周圍他們中學說的事 去傳福音也是做傳播的工作 做了36年 36年一份工作 是不是 我就不會像曾蔭權這樣說 我會做好這份工作 我是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一直都堅持 一路有來始終如一 一二半之 我們在香港爭取民主自由 讀書的時候已經是開始 到今天幾十年 也是一路有來始終如一 這種堅持又要付出代價的 是不是 你會令到你的家人擔驚受怕 你會令到有些朋友會離開你 我們經常說 在這一條民主抗爭的道路上面 大家一泥河 走一走一走 有人中途離場 有人跳穿窗口走過對面 打過來 是不是 我都覺得無所謂 我用自己而止 要繼續走 叫路 都是有得走的 所以直至已到春年 已經56歲了 今年的10月1日 就是我56歲生日 我最記得我50歲生日的時候 非常感動香港 有一派我教的那個同學 羅漢請滿音 擺了十八位給我一個驚訝 這個就是我們的教書 一個最大的收穫 是吧 人呢就出來社會做事 我們這些公眾人物 一定是真意性很強的人 有人很喜歡你 又有人很討厭你 是吧 所以我們年輕的時代 可能最討厭我們的人 我們也會懷抱一些怨恨 甚至乎你討厭我 我又討厭你 但是現在 我們會學會 即使那個是跟我不同正見的人 或者他曾經想辦法加害過我的人 今天 所以這次跟我說一個故事 我都覺得很感動 怎麽才可以寬恕和原諒你的敵人呢 可能只有信耶穌 或者有一個宗教信仰 你才可以有這種寬容的精神 我們最近成立這個社會民主連線 像是說我們是一個極盡的地點 其實真的不是 前兩天香港信報有一篇加拿大通訊的文章 它是一個專欄已經算了很久了 作者叫張海 我又不知道他是什麽人 但是那篇文章是在信報登了很多年 一個專欄 那這篇文章的人呢 很明顯是住在加拿大 因為他是港風業國的 人於事 前天有一篇文呢 我覺得這個真是我知己 我不認識他 他大概在溫哥華 有參加我的貢毒小餐會 或者聽過我公開議員說 那篇文章就說 求老清醒敵王毓民 他連文章由加拿大的自由黨新民主黨開始講 你這個左派政黨 搞社會福利的那些是不得人心 加拿大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我又講這些東西的 接著下風一轉 就說這個社會民主連線的主席王毓民 最近呢 就有美駕之行來到溫哥華 正是傳媒的黃金時間 都給他七分鐘 包括電視 那風頭就結過陳方先生 親親的權利署名之徒 那我不知道他們來的時候有什麼情況 事實上我溫哥華是接受了 大約是十個訪問 五日 比這裡 但是呢 我又不是覺得很累 我記得我有一天在記者會裏面 將我帶來的四件記述 就介紹給他們記者 那這次就帶了一些記述 結果就是溫哥華 就已經沒有了 可能就是我在記者會裏面介紹 這四件記述呢 這個張凱爾就說 這是屬於社會民主連線的同層 我們有四件T恤 經常在我們的公開活動會買的 你寫一件T恤 我為了介紹這四件T恤 我就在明島的世紀 擺我有個專欄 兩個禮拜前 我私我在 那個專欄裡面 我就寫了一篇文 那個標題是英文來的 Wearing a T-shirt is wearing a statement